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講一個題目,我一直都不太想講 為什麼呢?因為我真的沒有證據證明它真或假 所以沒有證據之下,這樣講就變成胡亂吹噓 我覺得又好像沒什麼價值,說廢話 但是今天我真的要講一講 都要大家幫幫手,我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今天講什麼呢?就是講這個曼達拉效應 曼達拉效應,大家應該要知道的都會知道 不知道的都沒有什麼興趣去研究 簡單講,都是講你的所謂什麼舊現實,新現實 你記得的東西和你現實看到的,現在看到的證據就不一樣 沒得不講這個教會,這個教會因為他做的影片 當時我還不是Youtuber 他做的影片,只要手袖,真的做得超級好 雖然我對他教會完全沒有興趣 也都不太關心他教會的真或假 這個不是我的重點,但我喜歡看他裏面的研究 他講出來的資料搜集,我覺得做得很好 所以我也有看的 而他講這個曼達拉效應,就做了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他什麼原因,總之他講了很多這些 應該都是講所謂什麼被提 那些有關 但我不熟悉聖經的,所以這些我不懂得回答 你問我,我都不懂得回答 不過呢 就講回這個曼達拉效應 對我來說 我最切身有幾個例子 有很多朋友經常叫我講曼達拉效應 關於陰謀論方面的角度 我有看過有研究過 一直這麼多年來,我都真的 關心這件事,希望找出所謂的真相 沒有人知道真相 但是有人說,如果記得教方面的那些 關於神的那些原因 那這些我不懂 有人就說關於傷的 但是可能是,但是又沒有什麼證據 說他真的由傷而引起一枝問題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所謂的原因 都沒有什麼實質的證據 所以都沒有什麼好說 對我來說 我自己個人親身經驗最深刻的第一個例子 一定是Adidas 因為我小時候 那個年代 Adidas是一個名牌 雖然現在都是名牌 但是如果那個年代有一對Adidas 就很厲害 我們 還要是那個年代有一對金色的Adidas 如果有個同學有那對鞋 就很厲害 大家很仰慕他那隻 所以那時候 一定會懂得串這個牌子 一定是兩個D 對我來說 即是頭是兩個D 即是加上三個D 這是第一個 但是現在竟然是一個D 看上去 最初看到是覺得很怪怪的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一定是蔡豐華這個金句 我們那個年代聽歌大的 沒理由不記得他這個金句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就是要幫忙 這個是 剛剛 在另一些頻道看到的 就是這樣 我都 未看 即是未自己去 證實之前 我先問了五數 我說 看看他的答案是什麼 他都很爽的答了我的答案 那個 所謂的 麥特拉事件是什麼呢 讓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這本 特區護照 大家未看之前 就直接回答了我 我想問大家 裡面有一張 那張膠片 特區護照 那張膠片 有了我們的照片 個人資料 你覺得那張膠片 是 在他的表面 第一頁 即是 一開就看到 還是在中間 還是在他的 底下 Cover 最後的一頁 我給大家想一下 你 一定有拿著 最近有很多人去旅行 去完付席旅行 應該知道 交片的頁 即是很厚的頁 在哪裏 給5秒 5 4 3 21 好 那一頁在哪裏呢 這一頁 我講的是這一頁 我看完那條影片後 馬上就問了 五數 他說這頁在哪裏 他的答案 跟我一樣 一定是最後 不用想 他每年都去旅行 還有 我們那本 PASSPORT都已經 差不多 快到期了 即是用了很多年 沒有10年都五年 但是 我剛才下班 回到家 馬上看回 這一頁 竟然是第一頁 我都很驚訝 正如我開頭所說 曼特拉效應 我完全是沒有證據 知道他究竟是 是真還是假 是真是人改了 對於我那些年紀 沒有記性 記錯是很正常 經常都有 真是不知道 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的PASSPORT 是什麼 你覺得是在哪頁 在前還是後呢 你的記憶 現在只是說記憶 沒有人有證據 除非有人 拍了一張照 看到 之前是在後一頁 或者是前一頁 就證明了 我不知道 但是有些人都說連照片都可以改變 有點奇怪 說到照片 應該是第四件事 我覺得 對我很大 感覺就是 這個 刺殺事件 金賴迪 雖然那時候很小 未出生 但是這些事件 是當時 在我們中學的年代 很HIT 中學大學年代 經常都說他的陰謀 FBI怎樣做事 因此 從那時候也對陰謀論很有興趣 說了很多 亦都看過很多的影片 紀錄片 接近黑白 質素很低 不是現在高清 那些影片全部拍了他的車 是怎樣轉個彎 轉到進來之後 突然 他就躺下了 然後他老婆抱著他 然後爬到車外面 那幾個連環動作 大家看過很多次 但是 我記憶永遠都是 一定是四座位 但現在就說現在是六座位 這件事也是另一個 曼特拉效應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 很深刻的 其他的就是 美國卡通 那些 不說 但是 我自己有記憶的 覺得是 應該是 所謂的舊現實 就是這幾件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或者有沒有研究過 或者你們有沒有結論 或者你的事實是怎樣 或者你的 Passport 你覺得是怎樣 不妨大家留言告訴我 我也很想搜集大家的意見 做一下統計 其實你覺得是前還是後還是中 希望大家留言告訴我 好 今天講到這裏 明天再跟大家見面 就這樣 拜拜